这个词在无数厂商的口中出现过 而绝大多数选择这条路的产品 都没有好结果 那我可以输给你看 摩托罗拉Z系列 Red的手机 当初谷歌的模块化手机 XM模块化电影机 还有很多 各位有能爆出名字的模块化产品 欢迎打在公屏上 让大家来观赏一下 这些产品你不说它失败 但是它们真的算不上成功 但是就算有这么多的案例 每当我看到这些概念的时候 还是忍不住想买的这个冲动 因为模块化就是很酷 谁不想一个设备能够随着需求的变化 来改变自身的形态 就像变形金刚一样对吧 那在2020年 相机领域又迎来了一个新的模块化产品 就是这个 Insta360 ONE R 其实也很容易理解 为什么Insta360 ONE公司会做这个产品 就它们在全景视频领域已经做到了头部 那对于一个公司来说 必须要扩张 而相对全景视频更大众的领域 自然就是运动相机还有Vlog 那怎么样能够保持它们在全景视频的优势的情况下 创造一个满足极限运动和Vlog需求的摄影机呢 那模块化这个答案自然也就出现了 那简单来说它采用模块化设计的目的 是允许用户能够切换不同的传感器 还有镜头来拍摄常规视频 或者说是全景视频 就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那到现在我使用这套系统已经快三个月了 感想还是挺多的 那先说结论 就其实玩二的设计我觉得非常聪明 看得出来它们花了大量的心思去研发 那我也确实在有的场景感受到了模块化的便利 但是我也遇到了许多因为这个模块化而产生的痛点 有的可以通过软件来解决 但有的就得等下一代了 不过无论如何 这都是一个有意思的产品 我觉得值得我们来聊一聊 到目前为止 玩总共有三种拍摄模块 4K广角模块 全景模块 以及1英寸的模块 那无论哪一款模块 你都需要加上这个主脑 还有这块电池 那装配合拆卸的话 其实非常简单 只需要拉动这个扣子 然后就可以分离 然后你轻轻一扯 就可以把主脑还有拍摄模块 给分离开来 这就到了第一个有意思的地方 因为这个大脑的背面是一块屏幕 而这个模块本身有两个插口 所以说你的相机模块正反都可以插进去 也就是说这个屏幕可以前后的翻转 你在想要自拍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放到前面 然后你想要拍别人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翻到后面 就这样 这个第一次这样的概念的时候 我还是非常惊诧的 因为我没有想过 能够厂商想到这种翻转屏的解决方案 但是为了这个方案所付出的代价 也是非常明显的 就是屏幕相比别的运动相机来说 要小很多 那UI的交互也会变得更加复杂一些 这个我们等会再来说 那从设计的角度来看 网友的模块连接做得很不错 装在一起的时候像这样 对齐 然后OK 装上去就没有任何晃动感 然后非常结实 我也很作死地摔过它几次 都没有散架 那我一开始最担心的地方 其实是这块电池的续航 因为看起来也不是很大 但实际上续航比我想的要长不少 连续拍摄持续一个小时左右 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拍拍听听的话 一天基本上三块电池就足够了 那大家最关心的地方 无非其实还是画质方面 因为有三个模块 我们可以一个个来讲 就4K的广角模块画质 只能说是OK 就传感器大小是1.3英寸 那其实现在许多手机都已经持平 甚至比它要更大 那它最后可以拍摄4K 60fps 1080p 200fps 那标准运动相机的参数 也就是这样 所以选择这个模块的用户 我觉得应该是更在意价格 以及应用场景的人 毕竟手机没法轻松固定在任何位置 而且防抖也会弱于这个4K模块 4K模块的flow state 这个是Insta360对于他们电子防抖的高端叫法 还是非常优秀的 只要没有很大的动态模糊 获得的画面非常平稳可用 那这个模块最大的局限就是夜景 一旦光变少了 画面就会开始迅速崩塌 那有大量的噪点 毕竟传感器比较小 然后就是这个全景模块 这其实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模块 就它有两块传感器 有两个镜头可以实时拼接 并且记录5.7K 30fps的全景视频 那在后期你就可以重新构图 导出多个视角的内容 或是直接上传全景的视频 那我们前一段时间拍摄的 全景四驱车的视频 就是用它来实现的 这个是Insta360的老本行 做的真的很不错 那全景相机除了基本的画质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拼接的能力 这一点他们的软件 还是很有优势的 哪怕拼接的效果有点瑕疵 后期的软件里面也能够轻松的解决 那最后这个模块 我想应该是讨论最多的 就是这个1英寸的莱卡合作模块 等效焦距是14.4毫米 非常广 那它最大的特点 就是里面这块1英寸的传感器 相比2.3分之1英寸的传感器 面积大了快有4倍 这就意味着它能够接受到更多的光 光学层面的颜色极限也会提升 那说人家话就是光学素质可以做得更好 那这个模块可以记录5.3K 30fps 4K 60fps 1080p 120fps的标准画面 所以相比4K模块 升格方面会弱这么一点点 那在运动相机里面 它的分辨率应该算是数一数二了 那至于实际的效果 之前志豪带领的TVC部门 给Insta360拍了WR的样片 用的就是这个英寸的模块 动态范围还是可见的 比4K模块要大一些 而更重要的就是它的颜色和4K模块 会有点不一样 那我个人觉得1英寸的这个肤色 看起来会自然不少 然后高感也是一样 和4K模块放在一起比 还是差异很明显的 那这些都是1英寸的底带给你的优势 但是更大的底并不全是优点 我感知最明显的一点就是 1英寸的模块最近对焦距离 还是有点长 假如说你纯粹是手持 手不伸直的话 你还是很容易看到 你的脸是有一点点脱胶的 必须要用上自拍杆 把距离拉到60厘米到70厘米以上 你的面部才能够在胶内 才会非常清楚 这也是玩耳的一大问题 就是它没有自动对焦 你必须要把镜头做得非常广 这样的焦点就会始终在无限远 但是这么广的镜头 又很难直接体现出 更大传感器的优势 也就是前景深 那其实像佳能机器X 还有索尼的ZV-E 用的都是1英寸的传感器 但是因为焦段在24毫米 光圈都在f1.8 所以看起来虚化会比玩耳的 1英寸底要强很多 那玩耳的1英寸模块的光圈 这个是3.2 我是真的希望这个光圈能再大一点 夜景拍摄能够好上很多 除此以外我注意到的一点 就是这个1英寸模块的防抖 相比另外两个模块要弱一点 假如你有意识地去保证 你的步伐不要太跳 手不乱晃 那拍出来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但是当你一开始旋转 或者说大幅度晃动它的时候 防抖就会变得非常吃力 尤其是背景 你很容易看到这种 不是特别自然的晃动 那当然你可以在他们的软件里面 增加裁切的范围 这样稳定效果也能够得到一些改善 怎么说 我感觉我好像吐槽这个模块 吐槽的有点多 因为确实这个1英寸底 我觉得做的真的是非常好 我早就期待运动相机能够用上 1英寸的传感器了 但是就有一点 我觉得有些朋友会有点误区 就是传感器这个东西 真的不是只要装上去就能够用的 也不是说底大就一定要比底小强 就假如你强有好的色彩 好的综合表现 你需要好的图像处理系统 色彩调校 优秀的编码 最终才能够给你一个好的画面 那1R的1英寸模块 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 还是缺一些调校 能够变得更好 比如说有的画面 我会觉得明显有点红色的溢出 然后画面会有点不自然的锐化 然后自动曝光的时候会有点跳 会跳得比较快 白平衡也是一样 但在软件里面 并没有给我调整这些灵敏度 或者是参数的选项 除了给了我一个log的设定 这个log我觉得也有点奇怪 因为本身视频的码率和色身 在这里摆着 这种情况下拍视了log 后期能够调整的东西 也非常有限 那好的点当然也有 就是Insta360的更新非常频繁 一直在不停地修复各种问题 希望他们看到这个视频以后 能够给更多画面的控制 然后好好改进一下 他们的log曲线 那说完这些设置模块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整个1R的体验 其实无非就是前期和后期的体验 我们先来讲后期 就1R有一个比较爆炸的地方 就是假如说你想要 更好的防抖 你就需要录制他们特殊的 InstaV的这个视频文件 就很不幸 假如说你想用熟悉的剪辑软件来剪辑 目前你要不就是通过他们的官方软件 转码成普通文件 要不就是用Premiere的插件 来导入来剪辑 但就只有Premiere可以 假如说你是使用达芬奇 或者是别的剪辑软件 你就必须要转码 那其实剪辑玩意的内容 我觉得反而是手机会比较友好一点 现在你可以在不下载视频文件的情况下 直接用WiFi连接相机进行剪辑 然后导出视频到你的手机 这样其实解决了很大的一个痛点 就是以前把素材放进手机 要等好久好久 但现在就不需要了 然后假如说你使用全景模块 你应该会更开心 就Insta360我觉得在全景视频的处理方面 还是没得说的 现在有各种跟随 自动切近等等 这相比几年以前处理全景视频的体验 真的提升太多了 最后我们再回到硬件方面 就玩耳本身具有5米的防水 能够在模块和设置的情况下 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了 那么在使用过程中 没有遇到什么进水的问题 就是这个屏幕确实比较小 尤其是在拍摄16比9的视频时候 还要上下被裁切 然后你相机一拉远 就很难看清画面的细节了 虽然说屏幕小 交互上我觉得玩耳问题倒是不大 设置的还挺好的 就通过四个方向的滑动 你可以调出不同的菜单 当然有一些更深层级的菜单 需要比较小心的触摸才能够调整 那真正体验上比较爆炸的时候 就是当你把一英寸模块装上 然后把屏幕翻过来的时候 因为一英寸的模块有这么一个保护镜 我想绝大多数人都应该不会把它拿掉 那你就会注意到 本来已经小得可怜的屏幕 又被遮掉了一部分 但这部分是你需要操作的地方 这就非常难受了 假如你想动左边的参数 你就需要先拿掉这个保护罩才可以 那这个保护罩也会引起另一个弹子的场景 就是你想要换电池的时候 你得先取掉保护镜 然后才能把相机从外框里面取出来 然后换好电池 再装回去 再装上保护镜 这样一通操作 体验就大打折扣了 这个外框我觉得设计是有一点问题的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这个SD和USB接口的保护盖 你如果在框里面抠开 想要再放回去的话就非常困难 那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把框给取下来再给盖上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盖子会卡住你的框 但是你不把框取下来 你就盖不上这个盖子 你就被套娃了 所以说一定要记住先取下相机 再打开这个盖子 所以说了这么多 我觉得玩耳最有价值的部分 其实还是全景的这个模块 我很享受玩耳拍摄全景的体验 它能够实现各种常规相机做不到的画面 也不会错过任何身边的场景 然后13360的软件也对全景视频有着最好的优化 那至于这两个拍摄普通视频的模块 其实我觉得硬件本身没有问题 只是还有很多细致末节的点 等着他们的工程师去优化 那比如说他们的AirPods监听加录音功能 这功能我觉得非常实用 就很多用户就不需要购买额外的无线麦克风 就可以用了 那问题就是这个功能现在真的不稳定 音质也比较尴尬 就很遗憾 这个产品其实我看的时候 他们花了很多心思 在这么小的体积内 做出一个模块化的生态并不容易 也需要多年的技术积累 这一点上我非常认可Insta 390 他们还是非常努力的 那我想提出一问 其实更多是问各位 就是这样的模块化系统 你觉得有用吗 就是你可以以后 只买一个成像的模块 来升级你的相机 而不是再重新投资一台新的 那你觉得怎么样 那当然就是 这个前提就是 Insta 390愿意继续维护 这个模块生态系统 就目前情况来看 他们的重心应该就是在这里 那我也期待看他们接下来 能够在软件 还有新的模块硬件上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惊喜 所以说感谢各位收看这期 Insta 390 One R的评测 如果各位喜欢的话请务必三连 如果说还没有关注我们的话 欢迎关注我们 这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说谢谢各位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